好 喂 喂 哈囉哈囉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17日 東廠大監夏西洋 那位是鄭和 鄭和夏西洋 聽過沒有這個故事 不過今天不是說鄭和 以前那些內幕總管什麼樣子 你看看李連鷹呀 九品芝麻官的那個 你不要看正史那個 正史那個呢 我不知道啊 拍張黑白照的時候 頭髮都好像黑黑的 還是有些髮蠟 染了黑色呢 如果不是 那些內務總管通常都是滿頭白髮那些的 陰陽怪氣 是不是啊 好啦 不要說這件事先 今天講的就是施永青 施永青最近又有新搞作 他就說 出謀獻賊 應該將他 出謀獻賊那樣東西 就放上去這個微博那裏 我覺得是非常厲害的一個idea 他就說 在解決中國人口問題之前 中國人在生兩個之前呢 就不准備人的說 是不是厲害呢 就算 杜雷斯等等 有什麼得罪閣下 又或者閣下 已經連腦力弱 也不應該啊 給這條這樣的讀竅啊 大佬 是不是啊 佳欣啊 喂 你不准備人 就是說什麼啊 那結果 難道行房的次數又會增加嗎 結果就可能不是行房而已啊 對不對 如果不是 一行房的時候 就有懷孕的機會啊 那結果 你有心理準備啊 去生育的時候 那些人就不生了 事實上 你農村啊 那些啊 就應該 我不知道啦 你杜雷斯那些都要錢的嘛 農民啊 就未必說 一定是會做那些避孕的措施的 但是 你見到農村那個生育率 又不是說特別高而已啊 就是 我不知道他和這個避孕公司有什麼大仇口啦 還是當日啊 是因為避孕公司的失敗啊 才令到他人身規劃出現問題 如果不是 沒理由這麼大仇口的啊 不過 既然你都說到這個份上了 我都有一條好竅的 Anyway 看看這個施永青說什麼 他就說 搶完兩個才避孕 那樣 那就不知道是不是發規啊 還是只不過是鼓勵 就是對於那些這麼僵化思想的人啊 那我就灌一個名給他啦 他姓姜呢 他 叫姜絲永青 那這個姜絲先生就認為 生育這件事本身呢 並不完全符合個人利益的說 是這個人類的本能慾望啊 就會令人類自動自覺 按這個祖先的旨意來繁殖 哇 他這些八股文章呢 就真是 好像宗教那樣款啊 無乖乎啊 有些人就說 真是愛國的啊 他們說 子宮也是國家的 你看看 奉獻自己啊 奉獻到連子宮都奉獻出來 雖然不知道手指宮還是腳指宮啊 那跟著他又在這裡說了 就說 這個避孕的科技呢 就協助到人類啊 只需要獲得快感 但是呢 就無需承擔後果的說 哇 他講到這麼奇怪的這些東西 唯有是義子杜雷斯啊 等等的避孕機構 就完全違反 列祖列宗的那個戒律 甚至乎啊 他差在未拿家破那套出來的 什麼家破那套? 即是你有空就鵝下下一代咯 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 嘩 真是 你當什麼啊? 啤膠廠啊? Anyway 施永青就說 如果啊 有人說源頭減肥啦 他又不知道源頭做什麼啊 源頭增產啊 是嗎? 他就說要解決生育率的問題呢 就應該由避孕著手這樣說 啊 例如啊 例如啊 這裡精警啊 大家聽實 推行法例規定市民 在生兩個之後 才有權使用避孕的產品 那我說不明白 他可以怎樣做到這一點 是不是就是啊 那些避孕真避孕藥而已 你連這個杜雷斯你都規管到這麼厲害? 可以的 就是抽這個避孕稅咯 但是 沒辦法的啊 到時那些人 真的不想生育的時候啊 那你就覺出其謀的啦 至於其他 的人來講呢 面對 這個施永青的一番言論呢 那就感到嘩然 其實不需要嘩然啦 他只不過是出謀滑策而已嘛 對於國家要解決的問題啊 他都是提出一番的見解 他一向都在那裡諸話的啦 但是呢 網民就認為啊 他的言論 當之無愧 是五月的奇聞喔 那今天就和大家奇聞共上 是不是啊 那有人關注呢 執行的細節 唉 是啊 就是我講的那些東西啊 你怎樣可以規管到呢 那自必然有辦法的 無所不能的嘛 對不對 你只要裝上監控鏡頭 啊 如果你被人寵罰 可不可以的 那只要監管到位 我們用這兩個字 啊 到位 精準 啊這樣的時候呢 我無怪乎啦 啊 現在經常要搜集數據啊 各樣 就是想做這些事情 那有人就關注基本法寫明 有這個自願生育的權利 哇原來基本法寫了的 即是當日啊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那裏呢 就可能啊 關心到 香港人未來呢 這個自願生育的權利 所以呢 就寫了這個自願生育的權利 在那個條文上的 哦有人又關注出來 原來基本法定名的啊 那但是我們知道 基本法有個附件 啊就叫國安法的嘛 那如果你的生育啊 是有外國家安全的時候呢 其實都應該是要規管的 因為啊 一個兩制之有下 含穩自願自有 既有永有基本法所賦予 啊這個厲害啊 是不是 既然如是 啊就可以凌駕這個 普通的 個人的意願的啦 去令到這個生育的規劃啊 行得通 辦得道得人心 那這點是無可口非的啊 也都不可以 有些什麼非議 那但是呢 暫時未落實執行 那有人就由 投資角度那裏關心了啊 就認為可以開始炒 抗擔 那其實呢 如果你團職居記的時候啊 就是存在一大 這些這樣的東西 他可以隨時啊 當這個淫蝕物品啊 去搞一搞你的啊 那你說明明啊 就是去做這個避孕工作 啊 做這個避孕交易員 有什麼理由啊 觸犯法例才行的啊 那你就有所不知了 人家只需要問你一句的時候啊 你就已經可以說呢 啞口無言 你為什麼有這麼多避孕套啊 你知道啦 這些東西很敏感的嘛 那我們看回啊 這個 內地那邊 那個 結婚方面的數據啊 之所以有這麼熱烈的討論 就源自於呢 好像 內地最近有公佈這些結婚數據啊 都是國家公佈的 聽著先啦 那就是說 內地專家對生育下降的成因在研究中 疫情嘛 而施永青說的呢 他就認為啊 就是那些專家認為啊 有一點點道理 有內地專家的指出 生育率低 是因為結婚數字大跌 這點對不對啊 都對的啊 不要說到未婚 一孩政策的基數啊 本身呢 就令到整個生育率 已經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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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結婚登記啊 的數字 由2013年 這個幾特別的一個年份啊 由2013年的一千三百幾萬對 連跌七年 現在剩下呢 嘩 差不多剩下七成六成左右 剩下八百幾萬 每年下跌7%啊 而施永青提倡呢 婚前性行為都不准避孕啊 咦 那於是乎 你就會創造了那些未婚媽媽咯 這點啊 與民主黨那些似乎是反其道而行啊 因為民主黨提倡些什麼的啊 就是墮胎合法化那些啊 咦 他又反過來 那有人就擔心 你既然 因為你知道啦 避孕的措施是掛勾的嘛 你如果啊 啊 連condom都規管了的話呢 那會怎樣啊 就是啊 你可能不會有那些 症病的問題出現的啊 啊 那所以啊 網民就說了 嗯 這個 詩永青啊 可能是假設其他因素不便 那些人仔啊 知道這條人呢 無料辦四條 啊 走去有空就叫一下 一些經濟學的東西 其實只是啊 憑著那些人仔在賣樓而已嘛 辦色經濟啊 於是乎就說 假設其他因素不便 Sectoris Paribus啊 啊 所以就說啦 他一定是這樣 抛些書包 啊 所以才沒有提及其他的因素 那些網民呢 啊 倒閉著一點啦 就是 這個詩永青說的這句說話 生育本身 不完全符合個人利益 那看一下 你生出來的時候 過些什麼生活啦 你有很多靠富幹 靠武幹 就說而已 不是個個都靠富幹 靠武幹的嘛 有些又反過來說的嘛 幹沒有靠 對不對 那但是 啊 你真的想要解決的話呢 你不出奇的啊 啊 蓋到計劃出來的時候 很簡單啊 啊 啊 強制配種便可以咯 就是 你實驗室 啊又不是的 那些什麼啊 什麼都好啦 總之啊 你都是一個配對的服務而已 以前就配對男女 現在 啊 再方便些 只是配對那些種子咯 啊 那跟著 弄了出來之後啊 那就是找些代孕咯 那國家 就可以完善化那個代孕機制 那就是完全解決問題咯 是不是啊 就是可能你有些你A因 你B因的 啊 那突然那一陣子 想買幾部iPhone的時候呢 那你就可以應徵做代孕咯 雖然我不知道 啊 有沒有那些反雲術的 如果沒有的時候呢 啊 那你就找些生歐歐的那些咯 不同種族 不同膚色 啊 任君選擇有沒有的啊 啊 今時今日 廣東省都有很多黑鼓勒突的咯 不出奇的咯 所以問題啊 就是用來解決的咯 你施永青 不要開了個頭出來啊 啊 那跟著又搞到雞毛鴨血咯 事關很多事情呢 祸患起於腸眉 這次呢 可能是起於施永青啊 當他講到 咦 原來啊 自願生育 並不符合完全的個人利益的時候呢 嘩 厲害咯 其實我也同意這一點的 因為至少啊 你生完出來 都要符合下一代的利益才好生啊 所以經常都有說了 生兒子都要拿牌啊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好